下面呢我们请大家看第三节SWAT分析 我们说第一节呢讲的是外部环节分析 第二节讲的是内部环节分析 那么我们第三节呢 就是将内部环节呢结合起来这些综合分析 那么这种内部环节综合分析的方法 就是我们所讲的SWAT分析 首先我们看口底一 SWAT分析的基本原理 我们说SWAT分析是将企业的内部环节和外部环节 这些综合概括分析 企业内部呢又有哪些优势劣势 外部环节的变化呢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机会和威胁 这样呢内部环节相结合就可以绘制一个SWAT分析图 借助于这个SWAT分析图可以包住我们这些有秀的战略选择 这就是SWAT分析它的基本原理啊 大家要注意注意什么呢 就是在第一节所讲到的宏观环节也好 我们说产业环节也好 还是竞争环节也好 这都是属于外部环节分析范畴的 那么透过外部环节分析 我们要看一下外部环节变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机会 什么样的威胁 其中呢我们说机会是由欧来表示 威胁是由T来表示 就分别去他们英文字幕打头的那个字幕 那么至于我们说 在考试过程当中如果结合案例来看的话 机会也好 威胁也好 同学们只需要把握一个种的原则 就是一定要注意的机会也罢 威胁也罢 一定是来自于外部环节变化带来的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那么然后呢在第二节讲到内部环节分析 也就讲到企业的内部的资源能力 还有价值力等等分析 我们说通过内部环节分析 实际上分析的是企业 相对于竞争对手来讲 你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 那么其中优势呢由S来表示 劣势是由W来表示 同样我们说这个S也好W也好 分别是代表优势和劣势 这个单词的英文打头字母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说 把内外部环节相结和这个图 绘制出来的图就叫做SWAT分析图 那么关于这个内容呢 其实并不重要 就作为我们专业接待考试来讲 在主观题当中考试的评论并不高 那么第二个考点 就是关于SWAT分析图的应用 我们说SWAT分析图 请大家看一下 这个图众周横周 众周反映什么 我们说众周是反映内部环节分析 看一下企业的优势劣势 我们说U是由S来表示 劣势是由W来表示 横周反映什么 横周反映的是外部环节变化 给我们带来的机会 O还有威胁T 这样的话呢就画出一个SWAT分析图 也是个矩正图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们说通过这个图 就可以帮助企业呢 我们说进行战略选择 这里所讲到的战略选择 就相当于和旧材第三章第一节 总体战略选择就结合起来了 这个战略 是一个总体战略 还是业务单位战略 还是职能战略 我们说其实讲的是总体战略 所以呢 在战略分析和战略选择之间 通过SWAT分析图呢 就建立一个桥梁和纽带 那么在SWAT分析图当中 这些战略选择的时候 这个图经常在考试过程当中 主要是考选择题 虽然我们这些教材大考当中呢 标的是三级型号 也就是说应该是全面的一件掌握 但实际上这考试过程当中 主要还是以考选择题为主 我想今年考试也不例外 着足于选择题 那么因为这个内容呢 涉及到和第三章第一节的 总体战略的选择呢 我们说结合在一起 有必要我们把第三章第一节 总体战略 这三种类型呢 我们说要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否则的话就容易 把这个内容的学习和第三章第一节 容易脱节 虽然我们第三章第一节还没有讲 但是提前呢我简单的把他俩之间 内在联系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说第三章第一节讲到 总体战略也就公司成战略选择的时候 我们说战略类型的有三种 一种叫发展战略 第二种叫稳定战略 第三种叫收拾战略 我们说发展战略 如何把一个企业呢 做强做大 阻击掉 是发展壮大的一种战略 那么具体来讲我们说发展战略呢 由细分为三种战略 第一种战略 是叫一体化战略 就是按照产业列条 是纵向一体化还是横向一体化 第二种战略就密集型战略 密集型战略 具体加来又加到了 分成市场渗透战略 市场开发战略 产品开发战略等等 大的方面就称为密集型战略 第三种战略 是叫多元化战略 多元化战略 这是我们所讲 总体战略当中 第一种发展战略 细分为三种类型 第二种总体战略 叫稳定性战略 我们说稳定性战略 脱潮情况下是基于企业 所处内外部环境的相对来讲 是稳定不变的 而且企业呢 目前呢 已经取得良好的竞争地位了 所以呢 在战略上不做大的调整 解答来讲 就是维持现状 那么第三个总体战略 是叫收缩战略 也就是有收缩你的规模 收缩你的战线 我们说收缩战略 根据收缩发生的不同呢 加内也要讲到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就紧缩于集中战略 第二种就转下战略 第三种就放弃战略 那么这以上所讲到的 三大类战略当中 就发展战略 稳定战略和收缩战略 这三种战略当中 我们说稳定性战略呢 它不是一个常态化的战略 也就是说 这个战略不适合长期用 因为道理很简单 我们是因为企业所从内外部环境 是动态多变的 环境在变 那么你的战略也经常有做出调整 你不可能是维持现状 所以稳定性战略 我们不把它做一种常态化战略 那么作为常态化战略的 也就是常规战略的 就是其他的两种类型 一种就是发展战略 发展战略 一种是什么呢 一种就是收缩战略 我们说这两种战略类型呢 可以理解说是常态战略 或者叫常规战略 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绘制出 斯瓦特分析图以后 包住我们战略选择 其实就讲的是两种常规战略 大家说怎么来进行选择呢 请同学们看 看这个矩阵图 首先我们说从企业自身角度来讲 你如果拥有的是优势S 那么不管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以后 给你带来的机会也好 威胁也好 你内部的优势 与外部环境相结合 就形成两种战略类型 一种叫SO战略 一种叫ST战略 那么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选择什么战略呢 我们说战略选择的时候 就应当是选择发展战略 也就是选择应该是把企业进一步做强 做大 注意了 选择发展战略的前提 必须是从企业自身角度来讲 内部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优势S 你不管是SO还是ST 但都属于发展战略 只不过呢 如果从企业自身角度来讲 是一种优势 同时我们说从外部环境来讲 给你带来的又是一种机会 或者叫发展的机遇 也就是说是属于SO战略的话 SO战略的话 那么你在选择发展战略的时候呢 结合第三章第一节 就应当是选择发展战略当中的前两种 就一体化战略或者是密集型战略 至于什么是密集型战略 什么是一体化战略 这个很详细 很细致的在第三章第一节展开来说一下 那又展开的什么 纵向一体化 横向一体化 纵向一体化 又分成前向一体化 后向一体化等等 但是这里呢 大家就是有印象 就说如果是SO战略的话 那必须选择发展战略 而且应当是选择 一体化战略 或者是密集型战略 那么我们说如果企业内部是一种优势S 可是外部环境变化呢 给企业带来的是一种威胁 也就是你的战略呢 应当是选择ST战略 那么ST战略也是属于发展战略范畴的 只不过是选择发展战略当中 哪一种类型呢 多元化战略 多元化 所以呢 大家看这个图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下 SO战略也好 ST战略也好 都是属于发展战略 其中SO战略就刚才讲了 是刚才所说的那两种发展战略 就成当中呢 就把它改革为叫增长型战略 增长型战略 其实就包括一体化战略和密集型战略 ST战略 它叫多种经营战略 其实也就是我们第三章第一节 所讲的叫多元化战略 所以这个教材当中在表达的时候呢 就相当于把第二章的这个Svart-Forge图 这个战略选择图 标出来的名称呢 和我们讲的第三章第一节 所讲到的总体战略选择这个名称呢 就不太统一 有点脱节 所以呢你能先清楚 就这里我们所讲的SO战略 就是增长型战略 对应的是第三章第一节 所讲的发展战略当中 前两种一体化战略和密集型战略 然后我们再看 我们说如果企业从自身的角度来讲 是一座劣势 也就从内部角度来讲是一座劣势W 那么结合外部环境 就形成两种战略 就WO战略和WT战略 需要同学们注意的是什么呢 需要同学们注意的是 如果说从一个企业角度来讲 你的内部带来的是 劣势 劣势 也就W 不管是和外部环境结合 形成WO战略 或者是WT战略 那么你在主体战略选择过程当中 你就应当是选择收缩战略 注意了 只有你内部是一座劣势W 那么你主体战略选择的时候 应当是选择收缩战略 我们曾经说过 我们的收缩战略的具体来讲 根据收缩的力度发射不同 由建议部分为三种 紧缩与集中战略 转效战略和放弃战略 那么大家终于看这个图 就算从企业内部角度来讲 是一座劣势W 可是外部环境变化 给你带了机会了 也就是WO战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应当选择收缩战略当中的什么战略呢 我们说应当 持有收缩战略当中的扭转型战略 这个扭转型战略 在旧成第三章第一节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叫转下战略 将来是叫转下战略 在这个图当中标的是叫扭转型战略 名称虽然不一支 但是实质是一样的 就内部是一座劣势 而外部环境给你带了机会了 机遇了 那怎么办呢 你怎么去抓住了机会呢 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 就意味着企业在战略上面 有这些积极主动的战略调整 涉及到你的战略重心 战略方向 战略业务上的调整 去抓住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这种机会 所以有这些什么 这些战略方向的调整 就转下战略 也就扭转战略 那么我们说如果 内部是一座劣势 同时外部环境变化 又给你带来的是一座威胁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也是有程序收缩战略 我们说可以考虑选择什么呢 可以考虑选择收缩战略当中 第一种紧缩与集中战略 前面讲过来 就类似于波士多巨证当中 所讲叫什么 叫收割战略 当然了 我们说也可以选择什么 放弃战略 你是选择收割战略呢 还是选择彻底放弃呢 这个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所以我们说这里我们的结合 第三章第一节理解的话 这里WT战略 其实就包括收缩战略当中的 紧缩与集中战略和放弃战略 两种类型 你说紧缩与集中以后呢 我们说没有借成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可能会就会彻底放弃了 那么这两种战略概括起来 教材把它称作叫防御性战略 那么这种名称 其实也是和教材第三章 第一节是脱节的 大家说防御性战略 什么意思啊 你就现在就搞清楚 将来就对于我们第三章 第一节收割战略当中的两种 一个是紧缩与集中战略 一个是发际战略 统称叫防御性战略 总而言之吧 大家要知道 就是我们这个SWAT分析图 八族企业进行战略选择的时候 是八族企业进行什么战略选择呢 注意总体战略 公司层战略选择 是八族进行公司层战略选择的时候 而且是围绕着什么 我们所谓叫朝规战略 或者叫常态化战略 一个是发展战略 一个是收缩战略 所以这个战略选择图当中 是不涉及到稳定性战略 也就不涉及到所谓的 叫保持战略 没有这个 那么这是从这一扎角度来讲的 你理解这个图 能够正确的选择就OK了 同时加了一旋弯第三章 第一节回国头的SWAT分析图 有一个有机的对接 这样有助于理调化这两个方面问题的理解 这是我想的关于SWAT分析图 也就是它的应用 同学们需要做点关注 下边呢我们就请同学们一起来看 经济立体 是吧 主营垃圾处理业务的广电公司 积极响应 政府关于垃圾无论化 资源化处理的号召 政府的号召 实际上就是政府的政策 是吧 综合拥有计算 即光谱技术 化学技量技术等 进行垃圾分解 利用这些数字化技术 进行垃圾分解 极大的提高了 垃圾分解的进去率 使垃圾无秽化 制约化处理率 达到行业领协水平 在上述情况下 根据斯瓦特分析 夏令各项中 能够提携寡电公司 应该采用的 总体战略是 总体战略 大家看一下 结合斯瓦特分析图 刚才讲了 积极想要政府关于垃圾 污汇化 资源化 处理的号召 我们说政府的号召 倒头于 为垃圾处理这个行业 带来一种什么机会 或者叫机遇 相当是欧 那么寡电公司呢 我们在借助于这些技术 我们就达到了 行业领协水平 也就从这公司 自身角度来讲 是一种优势 S 也就说这个公司 应当是采取SU战略 你想一想 那个斯瓦特分析图 那个矩阵 上半部分是SU ST 下半部分WO WT 也就说 既然从内部来讲 是一种优势 是吧 我们说 应当是采取发展战略 采取哪一种发展战略呢 因为外部环节变化 跟战略也是一种机会 所以我们说应当是采取 发展战略当中的 什么战略 周扎性战略 那么这个提及问题 这个公司应当采取 总体战略是 A 减少垃圾处理业务 减击数字技术产业 减少现有的这块业务 减击数字技术产业 这个我们说 学校A代表什么 实际上代表就是 一种转下战略 或者叫扭转战略 战略重心发生转移了 接受这款业务 减少于心理业务 数字技术业务 对不对啊 我们说当然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学校A 是属于我们所讲的 扭转型战略 也就是那个 斯瓦特佛基图 做了什么战略 相当于是 WO战略 但是我们这个题呢 讲的是SO战略 B 加垃圾处理承包 加低到行业最低水平 那么学校B强叫什么呢 说加承包 加低到行业最低水平 我们说你注意成为 这个行业的一个 最小的最低的 一个承包者 这个实际上 我们说不属于总体战略 范畴 因为我们这里讲的 总体战略 我们说这属于什么战略呢 应该理解成是 业务单位战略 或者就竞争战略当中 我们有讲到的 长包两斜战略 或者就低长包战略 当然不对了 因为SWAT的分析图 是帮助我们这些 总体战略选择 而学校B描述的是 竞争战略 或者就业务单位战略 当中的长包两斜战略 C 规模化发展垃圾处理业务 规模化发展垃圾处理业务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要增大垃圾处理 这款业务 也就是要把垃圾处理 这款业务怎么样 做大做强 这不就是我们所讲的 总体战略当中的 发展战略吗 所以学校C是属于 总体战略 而且是属于发展战略 应该发展壮大的 是符合我们刚才分析的 SW战略的 所以学校C是对的 第一 建议部加强研发能力 保持行业领先水平 我们说加强研发能力 保持行业领先水平 这个是属于 哪个范畴呢 我们是一定程度上来讲 研发研究与开发 这个应当是属于我们所讲的 智能成战略范畴 智能战略 我们多次讲过 智能战略 我们是有六大智能战略 是吧 哪六大智能战略呢 营销或者就市场营销战略 生产业领战略 采购战略 研究与开发战略 扰力资源战略 还有财务战略 所以学校D描述的是 智能战略当中的研发战略 就强化这一块 保持行业领先水平 所以我们说学校D也不符合 最佳的 符合我们所讲ISO战略的 就发展壮大的这个战略 就应当是选择C 下一题 魅迪公司是日国一家 成功经营多年的 连锁溃产企业 营业收入和利入率 长期位居行业第一 2018年 日国的劳动力水平 实财价格大幅上涨 造成餐营企业 燃力水平普遍下降 这就是说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以后 导致什么 导致整个行业的游历水平下降 这是一个什么呢 我们知道 同意是外部环境变化 给我们带来的一种 威胁 T 魅迪公司的经营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魅迪公司的经营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也就从魅迪公司自身角度来讲 注意了 营利水平普遍下降 魅迪公司经营也受到很大影响 整个这段话呢 讲的外部环境变化呢 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威胁 那么第一句话 说魅迪公司是一家成功经营多年的连锁固材铁 燃燃收入和利落率 长期位居行业第一 长期位居行业第一 这算命什么呢 这算命从内部环境角度来分析的话 相对见证对手而言 它是一种优势 还是 所以根据斯瓦特分析 魅迪公司应该采取什么战略 我们是应当是采取ST战略 你想一想 那个斯瓦特分析图 上半部分战略 包括SO战略 ST战略 SO战略前面给大家解释了 内部是优势 外部是机会 这个SO战略 也就是遮掌性战略 我们如果内部是一个优势 外部环境变化 是一种威胁ST战略 我们说也应该是选择发展战略 只不过是选择发展战略当中哪一种呢 我们说叫多元化战略 也就是旧成的斯瓦特分析图当中 所讲的多种经营战略 所以这个题应当是选择B 下一题 非牛公司是一家农用无人机研发和制造企业 下列各项中符合非牛公司 SWAT分析要求的是 A 农用无人机市场需求 瓦盛 市场需求瓦盛 这是什么 我们说这是机会O 非牛公司又叫强的研发与制造能力 这是什么 这是内部是一种优势 应该加快又发展 成为ST战略 对不对 当然不对 这应该是SO战略 B 能用无人机市场需求瓦盛 是机会 非牛公司缺乏精通业务的营销人员 我们说自从内部来讲是一种劣势 应当是W 应当与有实力的公司合作 此为SO战略 对不对 不对 应当是WO战略 C 能用无人机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 这是微波环境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威胁T 非牛公司又叫强的研发与制造能力 这是一种优势S 应该加大技术和产品创建力度 此为WO战略 对不对 不对 这应当是ST战略 选项 这不对 选项D 能用无人机市场竞争日趋 激烈 这是威胁T 非牛公司缺乏精通业务的营销人员 这是WO 对吧 劣势 有个加大相关人成的招聘和培养力度 此为WO战略 对不对 我们说选项D 当然是对的 下一个题 今年来 新能源汽车产业及市场 秀猛增长 国内汽车制造商华新公司 于2018年进入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 但是受到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制约 其产品性能切佳 市场占有率较低 根据SWO的分析 该公司应该采取的战略是什么呢 很简单 近年来 新能源汽车产业及市场秀猛增长 这是指 产业环节分析当中 给我们带来的什么 带来的是一座机会 那么国内汽车制造商 它也在18年 进入了这个新能源汽车领域 但是受技术及管理水平是约 其产品性能的建加 市场占有率较低 这说明从内部角度来讲 它是一座劣势 应当选择什么W 所以这个公司应该采取什么战略呢 WO战略 所以同学们想象一下 SWAT分析图 SWAT分析图下半步伐 从企业内在角度来讲 是一座劣势 所以下半部分 我们说的战略 就包括WO战略和WT战略 其中WO战略 就内部是劣势 外部环节变化战略的机会 我们说 企业应当采取什么战略呢 我们说应当是选择 扭转型战略 也叫转下战略 所以这个WO战略 就应当是选择D 下一个题 平洋公司是国内一家中型煤炭企业 近年来在政府出台 压缩过升产能政策 在行业建策 日常 激烈的情况下 经营每况愈下 市场份额大幅缩减 所以根据SWO战略的分析 平洋公司应该 选择什么战略呢 请同学们看 所以近年来在政府出台 压缩过升产能政策 行业建策日常激烈的情况 这讲的是外部环节变化 给我们带来的威胁T 从公司资深角度来讲 经营每况愈下 市场份额大幅缩减 也就从公司内在角度来讲 是一种劣势S 所以我们说 这个平洋公司应该选择什么战略 应当是选择ST战略 同样想一想SWO的分析图 下半部分 包括ST战略和 ISO战略和ST战略 其中SE战略呢 讲内部是一种劣势 外部环节变化是一种威胁 我们是应当成绩什么战略呢 前面讲的 SWO的分析图当中 把这个战略选择 称的叫防御型战略 就是指搜索战略 当中其中的两种 通过紧缩以及击中战略 或者是放弃战略 进行什么 进行战略防御 所以应当是选择C 进行战略防御型战略